我说你不行就上来,反正是穿衣服,不要逞强 意思是说不行,是你别玩的吗? 那我也会不好意思的,好吧 这是我房车自驾西藏在布达拉宫拍照时偶遇的小姐姐 我们相互加了微信,在微信交流后 她说想和我一起去阿里无人区 出发的第一天,我们在日喀泽,我的房车上租了一晚后 今天我们打算前往达哥加温泉 你说你还是爱我 我们从早上10点钟左右出发 一直开,开到现在已经开了 现在是下午的5点14分 中午就吃了点泡面 现在我已经非常空了 我们准备在前面找一个空间 煮点咖啡喝一下,精神一下 然后我们接着就到达哥加温泉了 我们现在达哥加温泉还有119公里 经时经费你好几年 我们现在找了一片空地 把房车停下来 我们在这里磨咖啡 准备喝咖啡 你要喝什么 喝咖啡 你要喝奶茶 你要喝奶茶 奶茶也有,没问题的 我要喝甜茶 甜茶也有,没问题的 喝猫粮 你要喝什么 喝猫粮咖啡 你这个可能要求最奇怪 他要吃猫粮 猫粮咖啡 有猫死咖啡 猫粮咖啡 你把猫死咖啡 这个就是猫粮 我不知道,这个是猫粮 有猫粮咖啡 哈喽 现在已经是晚上八点了 我们现在依然还在行驶当中 外面天已经开始慢慢的渐渐的黑了 然后并且路面已经开始结冰了 我们拉着拖垮房车 行驶在这个路上目前没有任何问题 给大家看一下外面的一个情况 现在两边全部都是雪 这个路面上偶尔会有一些冰 我们离达克加温泉目前还有60公里 哇操 你来一次出门呢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达克加温泉了 前面正在冒热气 我操 我靠 车子不受控制了 车子不受控制了 兄弟 你能走 你赶紧往前走 赶紧往前走 我已经不受控制了 我们当前室外温度是零下15度 我们已经到了达克加温泉 然后现在地面上全是雪 非常非常的冷 然后天空上的星星也非常多 我们今天就把房车停在这个位置 在这里露营准备做干锅猪饺吃 今天我们走了一天呢 会不会累 很累 很累 你是坐车的 我是开车的哦 好了 我们去后面做饭吃吧 下车 OK 好走 我们现在做饭做到一半 那个煤气的火会越来越小 因为温度过低 煤气快点不着了 刚刚为了做饭 把车里面的矿泉水拿出来 放在这里才十分钟 就已经冻成冰了 你看没有 哇去 全部已经结冰了 哇 看到没 现在 当前的时间是 零点零二分 做这个猪蹄 我一共做了一个半小时 终于做好了 我们现在终于有热乎的 干锅猪蹄可以吃了 所有的人一切的心情跟情绪 都好了很多 因为一天没吃饭 大家刚开始情绪都有点滴落 没有啊 那没办法 我只能自己 动手来做饭 不然的话 这一个人只有我一个人会做饭 其他人都不会做 那我先看 来 你们看一下 感谢风科 感谢风科 刷着猪脚 刷着猪脚 开锅猪脚 来 现在准备开锅吃饭 开锅仪式 哇 有点过分了 怎么了 我们在这个冰天雪地的日子 零下二十度 我们还能吃上这么好的猪脚 你说过不过分 哈哈哈 就是没洗过而已 你说现在多少人连饭都吃不上 对不对 因为没有没办法 没水 水表 现在也不用洗吧 我先找一块 好 来 开吃开吃 尝一下 给大家报一下味道如何 啊 报纸 我一个人来 哈哈哈哈 赶紧的 来 快点 嗯 我数十秒 你以后你没死的话我就吃 哈哈 这个味道很松根 九 八 七 五 五 都没洗过你 哇操 好吃吗 好吃 在哪儿八经呢 说一句 好吃 好吃 嗯 哇操 这块酱好吃 哈哈 好了 吃完饭以后 我们四个人都睡在我的车上 高度是这边高 这边低 你需要把这个被子拿到这边来 把枕头放这边 然后头朝这边睡 好吃好吃 收到收到 这个车子上好冷啊 有没有什么驱软的东西啊 你们刚刚不是电热毯 插在我那个电源器上插着了吗 不可能衣管上着车啊 意思你们刚才熄火了 然后才没多久 电瓶就没电了是吗 是啊 刚刚我把火熄了 然后这个现在电瓶亏电了 没有电法 那行 那我给你拿一个电热毯神器过去 这条的毫子 赶紧赶紧 冷死了 冷死了 你先弄潮啊 我拿个 拿个 拿个一栋电源过去 给他们用 这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 一个服务的 移动电站 有了它的话 我们在外面 包括手机相机各方面的 如果没电的话 都可以用它来 给这些电子设备充电 包括带电热毯也没问题 应该这边有很多 USB充电 然后还有Type C充电 然后只需要按一下这个开关 然后再小的开关按一下 它就可以给我们的手机快充啊 什么都可以都没问题 然后如果要是 带12伏的电热毯的话 只需要把12伏的那个点热器 插进去就可以带了 然后呢 这边有4个 220伏家用的这个5孔插口 就是我们家用家里用的这种 普通的家用电器插上去 都可以带得动 它里面充了1.3度的电 要把它充电吗 充电的话 这个充电也很快 就是如果我们 比如说我们现在拿去给他们用 他们用个两三天左右 没电了 我们去住宾馆 然后给他拿到宾馆里面 一个多小时 它就充满了 充满可以管多久啊 充满的话 正常带电热毯的话 可以带一个礼拜左右 没问题 我把这个拿过去给他们 这解释 户外爱好者的必备神器啊 对 必备啊 留了它 我们在外面 像今天零下二十几度 他们如果没有电热毯 他们是完全是撑不了的 你们盖这么后还冷啊 我靠你试一下看冷不冷 太冷了 外面零下二十度啊 你们那电热毯的插口是哪个 这里是吧 你看这边一共有四个插口 然后给你拆一个电热毯 然后你们还拿这个什么充电宝过来 对啊 我没电了 手机没电了 电热毯了吗 亮了 亮了是吧 手机没电了 不要紧 来 所有的手机的数据线都给我 全部都拔掉 不需要兔电宝了 直接插在这上面就好了 这个上面有USB 3.0 USB 还有Type-C快充全部都有 太方便了 能用多久啊 这个给你们 用电热毯的话 用个三五天问题不大 哇 这下有救了 先搞到明天早上再说 我们明天早上看一下它还剩多少电就行了嘛 我们现在的电量是91%嘛 你看一下明天还有剩多少电你就知道了 这是220的电热毯对吧 对对 然后顺便把这个充电宝的电也给它充上 OK 兄弟们现在 我面临了一个今天晚上非常严峻的问题 小姐姐睡这个被子里面 我的隧带被他们两个 最后被箱拿走了 我没有被子睡了 你们说我该怎么办 今天晚上该怎么熬 难道就穿着衣服躺那儿 算了 想尽办法 我就先盖着他这个大棉衣 就这么睡吧 我说你不行就上来 反正是穿衣服不要逞强 意思说不行 是你被玩的吗 那我也会不好意思的 好吧 实在实在不行的话 我撑不住了再来啊 如果我能挺过今晚 那就成坚持就成功了 如果挺不了今晚 兄弟们你们要为我打起加油啊